如果只要一滴血就可以检验出200多种疾病 包括基础的血糖检测到癌症筛检 靠这几滴血就可以让所有的病症无所遁形 这样的技术是不是非常厉害 确实在矽谷就曾经有家公司 它叫做Cerenos 当时它标榜的就是滴血验病这个生医技术的大突破 它在短时间之内就募资到了90亿美金 没想到这家如日中天的矽谷独角兽企业 却在六个月之内黯然退场 还接受了法律调查 今天我要介绍这本书 就是要描述这一个矽谷的最大的生医科技骗局 书名叫做恶血 可以看书名就知道 原来这家公司标榜的就是滴血验病 它强调只要几滴血 放到他们公司特制的白色的卡甲里面 就可以帮血液做出很多的分析的指数 而这些指数可以透过无线传输的方式 可以到很多的医疗系统 甚至是这个医病检查的这个关系里面 你会找到很多的数据资料 可以导出病患在使用不同的药 或是接受不同治疗的时候 这些病症的指数是不是得到了具体的改善 因为这样的说法 其实让很多的医疗业者产生了非常多的想象 所以他们纷纷就加入了这团队 你以为这是一个生医科技 很重要一个突破跟发现 但是没想到 这根本是戏骨这几年来 最大的一个生医医疗科技的大骗局 这家公司Cerenus 它原来的创办人叫做伊丽莎白霍姆斯 大家很难想象 当时他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 大概只有19岁 他是史丹佛大学的医院生 他从其一生都以贾伯斯 成为他的一个模仿的偶像 所以他在戏骨有生物科技界的 女版的贾伯斯的封号 但是他这所有的生医科技 原来都是假的 因为这个生医科技 很多专家一看就觉得不可行 但是他用他的包装 用他的想象 用他的愿景 还有独特的领袖魅力 居然让这家公司 居然可以成为当时世界上 非常受矚目的企业 而他自己也成为全球 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的企业领导人 不过这一切的梦想 这些骗局 就在华尔街日报 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 的整个揭发之下 才揭发这个骗局 我们的作者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冒着身价危险 他调查超过了150多位的受访者 这些受访者告诉我们 原来Serenos这家公司 伊丽莎白 常常用一种隐秘的资讯 用一种封闭的资讯 不让所有公司的人知道事情的全貌 只有他才知道 原来滴血厌病 这个生意科技根本是一个诈骗 是一个骗局 最后接受了法律调查 这本书 虽然描述为失败企业 一个诈骗的过程 但是或许 从这书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伊丽莎白 他独特的一个领袖气质 还有一个企业界 如何能够相信 生意科技戏骨的创办人 他们常常很多说法 很多包装 让你产生了梦想 但是这些梦想 到底何者为真实 或许透过这本书 你可以一一抽破这些谎言 我想新创事业 总是带来无限的想象 但是唯有踏实 真正去从你的梦想 一步一步的完成 才是这本书要传递给我们的 这本书极为精彩 所以读者朋友 不妨来看这一本 《恶血》 你将会发现 原来所有的新创事业 最终的核心 原来还是包装 如今所想的 小的谷子 在太阳 您的眼前 还会发现 它是终的 这个终的核心 只要是 预理 一顿 我许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